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87期参考信息 2024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你的年度计划完成得怎么样了 刚过去的周末,2025国考比试开考 2018年起,国考的招录比一直大于50比1 今年有341.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核 最终能够上岸的只有3.97万平均招录比86比1 考前报名确认298.2万人 实际参加考试258.6万 参考率约86.7%,招录比降到65比1 近几年,国考的弃考率一般在25%到30% 前年更是达到了41% 去年约25.75% 这次的弃考率只有13.3% 说明考生对公务员职业的认可度提高 备考更充分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 更珍惜上岸的机会 经济下行,考工火热 除了考工培训机构,大学也想分一杯羹 许多高校推出了公务员微专业 有人曾调侃说 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 考研、考工和就业 似乎就要变成现实 这个公务员微专业 其实是一组选修课 不属于学历教育 完成之后也没有学位证 一般只需要学院向学校申报 不需要走教育部门的重重审批 2020年,黑龙江大学率先设立了 公务员知识与技能微专业 到现在至少31所高校开设 光是今年就有20所高校加入 包括三所211 分别是东北林大、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些高校把报名的门槛降到大一 反正对很多人来说 大学文凭只是考工的准考证 大可以提前准备 各校的公务员微专业课程 包括深论公文写作 结构化面试等直接面向考工的内容 中南财经政法 还有公务接待表达规范 公务交流中的微表情实读与管理 而且比起市面上动辄过万的培训班 开设微专业的学校 一多半学费都低于2000元 如果不是报名需要在校生的身份 恐怕考工机构的生意都要被抢了 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近五届求职毕业生 期望进入国家机关的占比不断升高 麦克斯研究院2024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 近四分之一的2023届代就业本科生 在准备考工考编 五年来比例翻了一番 2020届希望进国家机关的毕业生 只占5.6% 吸引力还不如民营企业 2024届比例就跃升到了14.7% 吸引力仅次于国企 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 曾经让年轻人避之不及 如今已被很多人看成是一种奢侈 胖东来火出圈 考研人数连续两年下降 可以说是同一个背景下的现象 上个月 重庆通报了 无起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典型 其中福林法院员副院长苏波 长期脱港矿工迟到早退 对分管工作推脱懈怠不正确履职 竟然能够持续长达两年 去年底他已被免职 受到了处分 仅是党内警告 政务机国处分 何尝不是一种考工广告 10月份 吉林国企登报 喊员工回来上班 引发过关注 如果这些员工擅自离港 只有10天半个月 可能不足以成为热门 离谱的是 四人当中离港时间最短的也有四年多 最长有16年 即便如此 涉事国企的态度仍然是 回来后经培训能够胜任可上岗 实在是献煞职场人 在大家向往国企铁饭碗的同时 正在推进的国企改革 却正在谋求打破铁饭碗 352期我们介绍过国企的末等调整 中央要求明年国企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 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不能用违法伪计 盗林退休 主动离职等替代业绩考核不合格的退出 367期我们介绍过求职陷阱 其中一些最近披露了更详细的案情 公安部督办的一起 针对大学生就业的特大系列诈骗案 涉案金额8000多万 被骗学生超过400名 骗子声称自己认识内部人士 可以花钱把人安排进国企的正式编制岗位 并许诺事情办不成就全额退款 受骗者小刘给对方打了24万之后 真的陆续接到了体检培训和港前培训的通知 参加了一系列看起来非常正规的入职准备工作 还拿到了一份盖着企业公章的劳动合同 写明了岗位福利待遇等信息 唯独没有具体的入职时间 小刘辞去了旧工作之后 怎么也等不来新单位的入职通知 最后无奈报警 另一名受骗者小陈也交了20万 通过了港前培训 并以实习的方式进入了兰州的一家央企 中间人承诺先以外派工的身份去实习 期满之后在和单位签劳动合同 转为正式的员工 然而实习期间 小陈和其他同事交流逐渐发现了不对劲 他相当于跨过了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 跟车间签了第三方劳务派遣 所谓的转正机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小陈找到中间人质问 被各种推托 直到警察找到自己才恍然大悟 这起案件至少说明 一是有很多人狂热向往编制 二是编制的有无 普遍导致同工不同酬 三是企业明知 但默许这种状况存在 把转正当成吊在员工面前的胡萝卜 利用人们对编制的向往来降低用工成本 马都工认为 只有消灭编制才能消灭假编制 否则不用别人动手 用人单位自己就会为了省钱制造假编制 国家正在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 八改委等五部门近日出台 关于生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的意见 鼓励发展家政相关专业学历教育 普通高校职业学校要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 合理安排招生规模增加办学的层次等 大学设立家政专业也有20年了 早年比较尴尬 2003年吉林农大在全国首开先河 设立了本科家政学专业 首届37名学生 但基本都是服从调剂来的 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设立家政学专业本科 允许招收120名本科生 然而三年都没招到一个学生 南京师大还曾开设 以培养家政管理人才为定位的成人教育 先后在特色自考 含寿两种培养模式下招生 都因为报名学生没有凑足一个班 没有能开起来 如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接近3亿 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3200万 家政服务需求正在持续释放 2019年国办出台促进家政服务业 提制扩容的意见 提出十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就包括采取综合支持措施 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的素质 支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 如今我国家政企业有100多万家 行业规模超过1.1万亿 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 但缺口超过2000万 供给不足 主要是因为家政服务从业者的主要来源 农民工的总量增速在下降 而且家政职业队伍总体年龄偏大 受教育程度低 家政教育培育的学生数量有限 从业比例也不够高 因此高素质家政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突出 所以国家把目光描向了职校生大学生 并非没有道理 有人调侃 宝洁阿姨辛辛苦苦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和女儿成了同事 不过高学历人才学习家政学专业 并非要成为高级保姆 家政经理人 社区服务站站长 项目经理等岗位的需求 占市场需求近一半 当然 具备良好职业化素养的家政人员 月薪普遍比市场平均月薪高出1000元左右 除了做家务带孩子 还有宠物护理 医疗服务 文化生活规划服务等需求 但有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家政行业往往需要有中产阶级来雇佣 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产人群 现在高度内卷和焦虑 他们的工作也不知什么时候可能突然丢掉 说到职业教育 江西万安县上月的一则任前公事引发了关注 其中三名九五后干部 拟提名为乡镇人大副职 级别为副科级 三人均为中专加在职大专的学历 引发舆情之后 万安县组织部出面说明 三人均为该县面向农村户籍 定向招生 定向培养 定向就业的乡镇事业编制人员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中专 工作之后通过继续教育 获得了在职大专学历 目前在乡镇工作超过五年 符合选拔的条件 相关程序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类似于高考中的定向生和国防生 中专高职和大专中 也一直存在定向培养的模式 通常是地方为招聘基层工作人才而设置 青海和新疆 现在还有定向医学生中专 万安县所在的吉安市 多年来一直在当地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及下属的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 开展农业三定向招生计划 面向应届的初中毕业生 学制是3加2五年制大专模式 专业有作物生产技术 加现代农业技术 续勤生产技术 加畜牧兽医 为了保证吸引力 地方会为定向生安排事业边 毕业之后直接去基层乡镇工作 且需要满足一定的工作年限 万安县澄清之后 质疑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定向生属于事业边 而乡镇副职属于公务员行政边 这三人是如何完成转岗的 吉安市委组织部解释 三人被选拔是因为通过了五方面人员 择优选拔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考试 这是全省联考事先有公开公告 选拔范围包括乡镇事业编制人员 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道村任职过的选调生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 但考试成绩没有公开 另一个质疑点是 这三人到底有没有按照定向的政策 从事乡村基层工作 公示显示 三人2016年参加工作 意味着通过了2013年的三定向政策入学 根据当年吉安市政府官网上的有关规定 定向中专招生 一类是师范定向 一类是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的三定向 三人属于后者 当年的定向专业为农业和水利 其中一人的工作履历 先是在镇辩明中心办公室和财务部门任职 后任驻村干部 似乎没有在基层的农业水利部门工作过 不过知情者反映 他一开始去的是农机站 但单位很快被撤销 所有人员的关系转到了乡镇 总之 这次提拔在组织程序上 可能确实挑不出什么 反倒是给当地的定向中专生打了广告 现在越来越多学生冲着事业编择校 今年高考录取 浙江里水学院定向录取最高分661 可以排进浙江的前1万名 专业式财务管理 伟培地区是里水市井宁奢卒自治县 报考里水学院定向录取的还有两名650分以上的考生 在浙江可以报很多985了 从现实看 想通过市场方式为乡村吸引人才还很难 定向招生提供事业编还会存在下去 当然 这种定向分配的机会 需要对社会和全体考生广而告知 让愿意拿成绩对线稳定的人都知道 才能择优录取 大学生准备考工 中专生能拿编制 高中生也能模拟官场 上个月 河南信阳市实验高中 被报多名学生会干部所会受贿 知情人透露 学生会干部没收学生的手机之后 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 以归还手机 并且不上报给老师 如果不交钱 他们就给你处分 给你报告老师 学校经过初步调查 情况属实 涉事的四名学生会干部已清退出学生会 并将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进一步处置 相比官员贪污受贿 返还手机只要300块 确实是个小数目 但如果学生较多 就不小了 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 如果学生会成员在老师和校方的许可下 暂扣同学的手机 也算是协助学校的管理 但携手机以令同学 以查伪记的名义向学生所会 实际上就是利用学生会干部的身份进行敲诈勒索 这已经涉嫌违法 据学生反映 此举并非一时一人所为 而是长期多次存在 近年来 高校学生会小官场的现象时常被曝光 耍官威 抱大腿 混圈子 打招呼等风气盛行 一些学生干部言行举止官位训天 在同学面前飞扬跋扈 派头十足 嘴脸十分丑陋 如今 这股歪风邪气 蔓延到了中学 甚至小学 2017年 人民的名义热播之后 就有不少小学生腐败的新闻上过热门 比如 竞选班干部之前 给选民送零食拉票 有了寄名字的权利 就公报私仇 欺上瞒下 逢年过节 先打点好班长和重要的班干部 而且小学生中的小腐败并不显见 还有一条 小学副班长受贿几万元霸着热搜 虽然说是2015年的旧文 依然让人非常震惊 安徽蹦步 怀远县火星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副班长 被老师授予了检查作业的权利 从三年级开始 就向其他同学要钱 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 不交就要被逼吃屎喝尿 这个案例有些极端 但成人世界官场的潜规则 投射到小学校园 却是事实 其实中小学生的腐败 不过是照葫芦画瓢 根子还是在成人的世界 也与社会上的权力崇拜不无干系 关于中小学不让带手机 358期参考信息 有过比较详细的盘点 澳大利亚议会两院 近日通过了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 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使用多数社交媒体 引发了全世界的激烈讨论 预计TikTok Facebook Snapchat Reddit X 和Instagram将受到影响 而消息应用程序 在线游戏服务 和以支持最终用户健康和教育 为主要目的的服务 不在禁令之内 不需要用户登陆 即可访问的平台 也不在禁令的范围之内 意味着YouTube WhatsApp和Google Classroom 将获得豁免 法案还规定 社交媒体公司若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 阻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使用其平台 最高罚款5000万澳元 约合2.35亿人民币 违反规定的未成年人 及其父母不会受到惩罚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平台现在有社会责任 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 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他承认 不认为法案的执行会完美无缺 就像禁酒令 并不意味着18岁以下的青少年 无法获得酒精 但这是正确的做法 他呼吁青少年放下手机 更多的同朋友到户外活动 通过真实经历 以及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 收获成长 此前澳通讯部长表示 对年轻人来说 社交媒体是有害的 近三分之二的 14到17岁的澳大利亚人 浏览过极其有害的内容 包括吸毒 自杀或自残 禁令在12个月后将会生效 为平台开发运行所需的系统 提供时间 目前大多数的社交媒体公司 都表示将遵守 但也对潜在的影响表示担忧 X的老板马斯克态度最激烈 称这似乎是一种 限制所有澳大利亚人 访问互联网的后门方式 今年4月 X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诉讼 质疑网络监管机构 要求其删除一些帖子的指令 全球范围内 今年3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台法案 禁止14岁以下儿童 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 14和15岁的儿童 得到父母的同意后可以注册 平台每次违规 面临最高5万美元的罚款 法案明年1月生效 但在实施的层面困难不小 法国去年通过了法律 要求社交平台 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创建账号时 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由于技术挑战 至今尚未实施 我国今年出台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限制儿童青少年 每天的使用时间和内容 西班牙政府也在6月提出 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 访问社交网络的法律草案 不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忧 澳大利亚的年龄禁令 可能会把年轻人 推向更黑暗 不受监管的网上场所 还可能损害儿童的权力 切断他们获取对他们的福祉 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渠道 其他各方的批评意见 还包括 法律未经充分审查 对所有用户的隐私 都将构成威胁 损害了父母为孩子 做决定的权利 减轻了平台 改善网络安全的动力 有17岁的澳大利亚小伙表示 有害的内容将不会被删除 这就像是将罐子 踢到路的另一边 一旦到了16岁 你将直接被扔进深水区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三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